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和不相识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真翰 欢迎大家丽临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讲题 中华文化与当代的鸿沟 我们非常荣幸 请请到我们的医址上师 弘胜林觉禅师 为我们演绎这个主题 也非常感恩禅师 为生命教育 不断地辛劳付出以及奔波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值得聆听的讲座 敬请期待哦 在讲座开始前 让我们首先邀请到 义绝元学会理事长 叶佩琴 叶理事长 为我们致辞 有请叶理事长 今天到洪胜上师 张亚中 张校长 张革敏 张老师 庄明中 庄老师 还有余慧的来宾 大家好 对了还有在直播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午安 对 今天这一场听说是秒杀 是因为我们人数有限 那今天这一场呢 是真的可以让大家扭转生命的一场讲座 中华文化与当代的鸿沟 大家有听过吗 英国的文学家 那个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 能够扭转现在21世纪的世界的问题 唯有什么 中国的孔孟玄说 谁说与大臣佛法 对不对 我们的中华文化博大今生 我们有着很多的老祖宗的智慧之学 是因为在近几年来 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教育文化的影响 而消失殆尽了 那传统的教育呢 被认为是八股 跟不上时代 大家都习惯追求什么 自我的表现与言论的自由 而让我们的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 那因为不重视伦理 道德 因果的教育 而让我们这个社会 越来越多了人伦悲剧 那自我意思的抬头呢 人与人之间争名夺利 把我们最原来最纯善纯真的本质 给覆盖住了 所以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是什么 让的美德 那我们现在因为竞争而让我们的社会 其实是越来越衰败 不是竞争越来越好的一个概念 那说来也很惭愧 墨学在教育界二十几年 只是知道说 学生怎么越来越难教 怎么品性越来越差 然后呢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窘境 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直到五年前 再一次遇见了我们的洪圣上师 才一一地找出源头 原来我自己也忘了 做人的根本是什么了 我们把中华文化的精髓 拿来考试用而已 只是拿来学习 当作知识尝试的学习 真的忘了 原来我必须应该把它用在生活当中 这样才有办法把好的美德 继续流传下去 对不对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本会 推广传统文化的一个初衷 因为落实传统文化 一定可以改变命运 而且一定可以提升我们心性的能量 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提醒到我们的一绝缘 学会的一子上师 洪圣灵绝禅师来为我们开示 相信大家今天在这一场的讲座 一定可以满载而归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理事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邀请到 今日与会的嘉宾为我们致辞 首先邀请到的这一位 是致力于公共事务 维护中华文化教育 以及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 各位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张亚中 张校长为我们致辞勉励 有请张校长 张校长请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 理事长好 主事长好 我真的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能跟各位聚在一起 我相信大家在这边静坐的时候 一定感觉的就是非常的温暖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总是有一些心灵的 你说不出来的 可以有心心相应的感觉 各位所代表的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台湾社会所需要的一股力量 我刚刚早来了 我特别刚刚进去 请这个洪盛师傅开示一下 因为我也很抱歉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我等一下也需要早一点离开 但是我一直很珍惜 今天在这个礼仪廉耻的团队 特别义学院这个协会 他们的邀请之下 来跟各位互动 各位知道我自己也许跟理事长 他们在这个社会中 我们可能所承担的 要扮演的角色 可能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目标 完全都是相同的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祥和 不够温暖 请问这个社会跟地狱 又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觉得我们追求的 真的就是一个真 一个善 一个美的世界 而我在这一年 我在街头上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看到一些团队 他们挂着 戴着礼仪廉耻的口号 戴着礼仪廉耻的口罩 拉的是礼仪廉耻的牌子 我那时候是想说 社会上竟然还是有一些人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们在努力的 他们在生命的过程中 他们还在捍卫一些 或者追寻一些 台湾社会应该有的价值 我自己在几年前 中国国民党他们的中常会 通过要成立这个孙文学校 那个时候我作为孙文学校的总校长 我就确定了孙文学校 应该有三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既然是孙文学校 一起是弘扬我们孙中山 孙文的思想 一个国家当然有核心的思想 各位想想看 我们的国歌前面四个字是什么 三民主义 我们的宪法第一句话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有民智 民享之 民主共和国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 在看到我们的国家 还把三民主义 当成是一个 应该追求的理想的目标呢 没有了 大家认为它过时了 过气了 我就想 如果一个基督徒 都不再相信圣经了 这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 一个基督徒 都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了 这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 可是你今天活生生地看到台湾 好像只有这个样子 第二个 就是深耕中华文化 刚刚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深耕文化 中华文化就是我们的根嘛 今天我们这几百年来 的确西方 随着它的船间泡利 我们就误认为 西方的价值 西方的文化 就是绝对善良的 绝对是好 可是我们相信 我们自己几千年 也有我们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不是说西方不好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也有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 我们来丰富他们的内涵 我们来补足他们的不足 我们把西方好的东西 我们吸收过来 但是我们也不要 把我们这东西忘掉了嘛 中华文化 我觉得医学院协会 整理得非常好 我们就简单浓缩成 礼仪廉恋四个字嘛 这礼仪廉恋有什么简单的呢 非常非常重要啊 我们小的时候 不是学校里面都挂着 礼仪廉恋的牌子吗 不断地告诉我们 不断地提醒我们啊 可是我们看看台湾社会 现在有礼吗 有义吗 有怜吗 有耻吗 这是社会最大的悲哀所在啊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 几十年前他们在批孔洋情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台湾就是那时候 复兴中华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 大概在几年前的时候 大陆人到台湾来说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啊 因为我们都很有礼貌嘛 我们都很懂得做人处事 应该有的一些礼节嘛 可是我们看到台湾的社会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完全就是讲好听一点 是用个人主义抬头 讲难听一点 在做个人主义追求利益的时候 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虚无化 所有的道德 只要不符合它的政治意识形态 全部都是不重要的 当然我们生活需要还有第三个目标 就是追求两岸的和合 因为我们相信和平 是一个最高无上的价值 当和平没有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礼仪道德全都不重要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 人吃人的社会的时候 所有的道德很容易把我们摆在后面 所以也许对我们一个 参与台湾政治的 关心台湾未来的 我们当然要追求和平 所以我简单来讲 我们的政治思想里面 由我们自己 一些民有民智民想 天下为公 这种我们孙中山的精神 我们礼运大同篇的精神 我们当然应该追求 在对我们个人跟社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中华文化 作为我们的根基 我们强调礼义廉耻 对整个我们未来的发展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 两岸能够和平地发展 世界能够和平发展 这个世界上不要有战争 每个人可以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各位 一个社会的改变 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 我看到各位在这边 我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各位是不求名 不求利 你们什么都没什么好求的 你们求的什么 也许就是一个社会的祥和 大家快快乐乐的安居列业 每个小孩子 像这么小孩子 小朋友 将来可以对父母亲有礼貌 对老师有礼貌 对朋友可以有爱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世界 那我站在一个角色是什么 也许我们天生的 可能属于我们是修罗道场的人 我们了解这个世间 有所谓的贪嗔痴 可是这个社会 我也希望各位了解 也需要像我们这种人 勇敢地在这个名利的道场上 在贪嗔痴的这个道场上 敢于捍卫 我们应该有的价值 我常常讲 我自己 我看禅中 佛经里面 百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这个百花里面 有贪嗔痴 有名利的诱惑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片叶不沾身 我们走这一趟以后 我们依然干干净净来 干干净净走 为什么我张阿宗敢讲这句话 我心中有一些文化的信仰 价值的信仰 我不在乎你们背面怎么扣帽子 但是我相信我所做的事情 只有一个信念 让社会更得更好 让这个两岸能够变得和平 让我们的社会 能够在一种非常祥和 强调文化跟道义的情况下 往上走 各位 今天台湾的确面临 很大的社会的压力 我们最大一个挑战的对手 可能就是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今天在经济 在财政上 我们可以超越它吗 我们在军事 在科技上可以超越它吗 我们可能非常困难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们觉得可以引领它的 我们可以引领它的什么 我相信大家很多到大陆都去过 大陆对于所谓的中华文化 很多的认识 他们的确背得比我们熟 他们有诗诗的比赛 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但是我常常讲 大陆即使如此 但是他们中华文化 对于他们来讲 更多的是在知识层面 可是我们台湾这几十年来 由于我们的教育 特别我们的宗教的信仰 中华文化在我们台湾来 就是融入我们的骨髓里面 各位 这两个是非常大的差别 这就是我们将来 在跟大陆比赛过程中 我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文化原来 在我们的体内里面 只是很可惜的 这几年来 由于一些不消的政治人物的操作 把政治的目标 摆在远远高的目标 而把人类应该有的价值 摆在了第二位 第三位 这是不对的 我们台湾面对整个世界 小到面对整个两岸 更小到面对我们自己 一定要了解说 中华文化 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立根所在 我们大可以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小可以让自己有一个 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 我借这个机会 特别来感谢一下 我们刚刚的师傅 也来感谢一下 艺杰园协会 他们这段时间 包括我在一些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小女生 她们拿了一个牌子 从高雄坐高铁 有的坐到台北来 参加我办这些会议 我真的一句话讲 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个感动让我感觉到说 我们德不孤 必有灵 社会上很多人像你们 像我们一样 都是很孤单的 都是相信自己下的信仰的 可是当我们打开电视 看到的时候 都是那种残暴的镜头 都是看着那个睁眼说瞎话 打开电视 看着都是胡说八道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受到挫折 我们心中想台湾的社会 怎么搞的 台湾的社会怎么搞的 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么不可爱了 可是各位相信 文化的力量 是非常渊远不绝的 各位这个文化的力量 我始终不相信 会被这些小小的政客 这几十年就给它摧毁 打死我都不相信 我相信中华文化 最后一定会战胜的 可是 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 我们就牺牲了我们一代 我们可能还要牺牲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 不只是在捍卫中华文化 更重要的是在捍卫我们的下一代 像小妹妹小弟弟这些人 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 让他这一生要走得非常平稳 非常的健康 因为我始终相信 今天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哲学 不会因为台湾这一群人要去中国化 或者要顺便把中华文化给丢掉 或者整个一个带动社会邪恶的气氛 中华文化就消失 各位 不可能会消失的 五千年来文化的韧性 是超出你们想象的 但是 我们为什么在这边弘扬离意廉耻 我们在这边为什么弘扬道德 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鸿沟 中华文化跟当代的鸿沟 虽然最终中华文化可以跨得过去 可是在跨越过程中 如果我们不能够帮助这些年轻人一把 他们就会掉在这个鸿沟里面 都不知道怎么样上升他们的生命跟心灵 所以这就是我所强调的 中华文化 当然我们要鼓吹 我们要捍卫 可是对我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者 可能我必须要讲 我捍卫的不是中华文化而已 我捍卫的是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有一个和善的环境 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让他这一生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 有一个非常文化作为后面的根基 所以说 今天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 感谢你们的邀请 有我机会来再跟大家结个缘 那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面 各位当你在推动中华文化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挫折 就像我刚刚讲 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阿修罗的这一个场 贪嗔痴 什么都有 邪恶一直不断地在碾压正义 但是你绝对要相信 终究邪不胜正的 只是我们要努力的是在于说 我们要保护 我们要坚持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让他们自己可以走得好 让他们这一代不要被这些政客们 所糟蹋掉了 那我相信以后我还会在更多的行 更多的场合中 继续地鼓吹孙中山的思想 继续地鼓吹中华文化 继续地鼓吹两岸的和平 我也希望大家如同支持一绝业协会一样 也能够支持我们 我们一起努力 齐手进进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的支持 那校长 我们一军学会特别准备的礼物 我们现在请理事长 致政礼物给张亚中校长 谢谢 我刚刚也准备了两本 我们身为需要编的 中华文化基本读本 我刚刚也准备了两本中华文化基本读本 一本是《论语》 一本是《梦子》 我刚刚也送给了师傅 大家如果这个协会还需要的话 我觉得我们再跟大家保持联系 再送一些给大家 将来在上课阅读的时候 是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所编的《论语》《梦子》这两本书 可以说是现在所有华人社会里面 应该是编得最好的 因为它是集台湾所有的研究儒学的专家 所共同来撰写的 这是在马英九当总统的时代 所共同撰写 可是写完了以后 基本上由于政治的环境 就没有出版了 我觉得很可惜 后来我在把这些资料收集完以后 再加上了相关的注释 所以说就完成了中华文化基本读本 所以各位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再跟决言协会再联系 我们再跟大家共同一起的切磋 那我也真的很抱歉 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到台北 不过刚刚已经跟师傅已经致意了 不过我会在网路上继续再听听各位先进的演讲 只是没有办法留下来 感到很抱歉 好不好 好 那我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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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陶艺家张德铭张老师为我们致辞 张老师 谢谢 张老师也是我们红盛林决城师的大学同学 今天特地道场为我们加油打气 我们有请张老师为我们致辞 今天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路上来的心得 那其实我是有点汗颜的 我实在是没有资格站在这个地方 唯一一个条件就是 我是洪盛上师的大学同学 那相较于刚刚那个张老师校长的正义凛然 我这边真的会彻底歪掉 我第一次见到洪盛师傅的时候 在我们大学一年级 那时候我就突然发现 我们班进来一个舞棍 在那个影星舞会的时候 大跳Michael Jackson 对 然后在那边尬舞 那对我来讲 其实同学是觉得非常有荣耀的 因为都是戏所跟戏所之间 大家在那边玩游戏 在那边跳舞 只是我本身不太擅长这些事情 所以我是冷眼旁观 为什么有那么多妹妹靠在她旁边 产生了一点点嫉妒的心理 那今天的主题是 有讲到洪沟两个字 以前我跟洪盛师傅是比较没有洪沟的 我们都是属于比较不用工的学生 那不用工有些是因为真的是懒惰 不想要念书 想要玩 有一些人是不需要用工 我是属于前者 师傅是属于后者 所以在学校很少看到师傅为了某些事拼命 在我们那时候 其实我们给他一个外号 他从高中就带上来 叫小哥 所以我们都是以这个称呼来跟他互相称呼 所以我算是认识师傅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了解他的八卦也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一路上 我刚刚从家里开车怪路上 我一直在想八卦 其实想不太到 所以大家难免又失望了 我可以补一点点 譬如说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没有看过洪盛师傅 紧张过 生气过 或是有惶恐过 他在身上看到一切都是很自然 自然到 我们跟他相处非常非常愉快 到大学毕业之后 我才慢慢地想到 奇怪怎么有一号同学 居然在我 我是非常有个性的人 那我是一个 也是一个劣根性很重的人 有很多不好的脾气 有很多固执的个性 以前我会认为 学艺术固执是当然的 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是 你可以随时提取的 有时候你在做作品 你需要一点点主观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经由训练 把它再提出来 可是你在看待万物的时候 其实可以随着你自己的学习 然后多在洪盛师傅旁边 听他讲两句话 我们会稍微有点提升 那我大概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 我们台湾人讲的叫铁齿 我就属于铁齿的那种人 你跟我讲什么神啊鬼的 我听了其实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就养成慢慢 养成一些觉得西方的思想 就是人定胜天的思想 我觉得拼就有 所以我们一出社会就急急营营 一直在努力地拼过大学同学 要让他们跪我刮目相看 虽然说我大学都在玩 但我看可以 加上努力再加上运气 可以比同学再好一点点 因为过两年就要开同学会了 不能让人家看不起啊 可是后来我们大学同学常见面 都是在结婚的时候 譬如大学同学谁结婚了 我们又有一个机会可以聚餐 那前几次有见到洪森师傅 后来跟洪森师傅就有点失联了 失联了开始慢慢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忙我工作 那我在北部 洪森师傅在高雄 那突然有听到一个消息 好像他现在有点跟宗教 有点扯上关系 那我会觉得 以前我们大学那班其实奇葩很多 那我也不会觉得意外 我只是觉得 听说他又在为可以帮人治病 有一些很神奇 我们觉得意想不到事情发生 突然觉得 他可能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他已经从五棍 转成神棍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我口袋里面的放大镜拿出来 一天都在检视洪森师傅的行为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恋财的 邪魔歪道 我们那种没有知识 可是我们还是有点知识帐 我们要把那知识帐拿出来 一直在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瑕疵 或是人格上瑕疵 或是讲话什么漏洞 我要努力地把它找出来 来说服我 觉得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而已 可是我找了 从我开始找 找到现在七八年 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可能要 借由大家帮一下忙 看看等一下讲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 大家也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收获 还是你们真的帮我找到了瑕疵 那我狗嘴涂不出象牙了 那我讲那么多 其实就是为了红盛上司做铺垫 你们一笔就知道说谁高谁低 所以我算牺牲小我 在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为我们致辞勉励 谢谢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很有幸能够邀请到 英特尼国际有限公司室内设计工程负责人 主持设计钟明钟老师 我们有请钟明钟老师为我们致辞 邀请宇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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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感谢理事长 现在是理事长的邀请 有机会来分享 其实我跟宏盛师傅也是大学同学 好 刚刚我们的革命同学已经很想要挤出一些八卦 当然大家可能觉得不太满足 对不对 好 我讲一个 宏盛师傅我们在大学 我最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绝对不吃水果 任何水果都不吃 我就觉得说 我们的教育里面不是应该摄取足够的营养吗 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不吃这样的食物 一样可以活得这么好 OK 然后接下来其实后来 我们就因为在台北 毕业业以后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在忙 那我印象很深是 很多年前我有下去高雄 刚好宏盛师傅那时候还在当注点艺术家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有机会下去跟他聊一聊 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了很多 就是有关这些佛学的事情 我就觉得 我这位同学不太一样了 对 真的我觉得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说 很棒的是 很多很多的这些好的观念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虽然是试炼设计师 然后我本身也很喜欢我的工作 那你知道要出来创业 有时候要学很多事情 因为不是只有专业而已 还要学好多 最重要是要学会做人 大家认同吗 所以后来我就去上课 上了很多的课 其中一个课就是卡列基 卡列基训练 我觉得这课很棒 所以后来我也成为卡列基的讲师 教学到现在11年了 所以我们最小的大概从四五六年级 一直教学到成人都有 那在这个教学当中 我一直发现 我们现在青少年 常常会很迷惘 因为只有功课 好像就一直要想办法往上爬 可是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像我前天才上完 我们有一堂课 这堂课的主题就叫做 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信念跟价值观 那其实我们同学好多分享 很多很棒的信念跟价值观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的信念跟价值观 也是很多变成是很模糊的 我甚至有一次印象很深 大概很多年前教学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利高中 他们办了课程 就是请问我们去上课 同学里面大家都讲到很棒的价值观 有一个男同学 他的价值观 说出来大家会觉得吓一跳 有钱就是王道 而且我就觉得我很纳闷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爸妈就是这样教的 所以从他很多行为我们就看到 因为我们在上课之前 就是他们会提前进来 他进来的时候 就是拿了一堆的食物 因为我们大概是放学时间的一个课程 然后那食物就是随地丢 没吃完就放一边 然后iPad也不会好好放 就是用丢的 感觉上就是坏了就没关系 反正我就是有钱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 让我觉得很担心的地方是 如果都是这样的价值观 其实未来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我认为说其实有时候 我们需要追求财富是因为 我们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要有财富 而不是只为了赚更多的钱 像我本身做室内设计 如果真的要赚钱 我们可以偷工减料 客户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合约上都叫保固一年 对不对 大家为我们注意到 很多时候都一年之后才发生的 所以告诉各位 很多时候真的 我们常常有时候跟我们自己的工班聊天说 很多东西叫做 我们这叫做良心事业 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家 你自己的办公室 你会怎么去看待它 我觉得至少 我们可能力量有限 但是我们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很开心 就是像有时候真的在 在实际的工作职场上 或是生活当中 其实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所以我就会很感谢 是有机会认识上人 然后我在车上都是会放 那个圆和庙印 进去以后 我就可以在车子里面 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我可以安定的一个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也很开心 有机会真的认识一个 我们走在我们很前面的同学 真的真的 我觉得真的也很荣幸 对 那时候还 我印象中那时候下去找老师 那个上人的时候 老师讲一句话 他说 你可以相信吗 你相信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佛经 我妈念了一辈子的佛经 但是我可以信守念来讲佛经 那我就觉得 那就真的不是一般人了 真的真的 而且我觉得 像我说 有些人在车上也会听听 就是我们一学员的老师 上课的一些内容 那其实很多的内容 我觉得 其实就会让自己提醒很多事情 真的 我是觉得说 像我最近在教学常常讲 我们都希望 有很多时候会 不开心不满足 是因为你想要像别人 像别人一样有钱 那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其实就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好 我们就努力 我觉得其实就像 很多时候修行是一样 就是自己修嘛 但是我们目的就是 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有机会 也来听上人的分享 我觉得有机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 以上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庄老师的勉励 谢谢 缘分真的是不可思议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跟洪胜师傅非常有缘 是文化大学的学弟 台北之音的同事 更是我们今天 活动场地 北投文物馆的副馆长 洪坎洪副馆长 商台为我们致辞 有请洪副馆长 请 这个我该讲的 学长们都讲完了 尤其是张歌敏 讲到我后面开始冒冷汗 所以我跟张歌敏也是老朋友 大学的时候就跟他学陶艺 老师老师老师 那我跟这个洪胜师傅也是非常有缘 那我跟他是1996年的时候 我们在台北之音同事 那个时候是台湾广播界算是一个最巅峰的时期 那我们一起做了非常多的节目 而且这些节目后来都是这些都是名人 蔡康永 王伟忠 黎明柔 这些都是大家应该都听过嘛 对 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洪盛师是一个很特别 我们以前跟张歌敏一样都叫他小哥 小哥 教了好多年 那从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他就是一个非常安静 就跟张歌敏说 其实在传播界大家工作是非常紧凑的 而且大家有时候脾气都不是太好 但是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就是很特别的人 而且从那个时候就常常跟他讨论一些事情 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 就是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 今天我早上看到他的时候 也是哇 怎么一个仙人出现了 他以前就是这样 那个长发一直数十年都是如此 今天哇 这头发好像这个是童颜 叫鹤法童颜 先锋到鼓的感觉 所以我早上来带他去文物馆的各个漂亮的景点 给他拍了一下 以后大家看到那个会觉得 哇 这真是死人硬从天上来 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接触过很多的 我说台湾的不管是宗教界还是一些领袖级的人物 但是我觉得小哥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你可以 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的专长 他是眼耳鼻舌生意啊 都可以碰触到 比如说他视觉 他的绘画他是科班出身的 他的绘画 你看到有时候看到你会感动 尤其看到大剑的作品 虽然有些不是很具象的 我很有幸 好像我在台北之星他有帮我画一个肖像 我这个 对 哇 现在非常有价值 是 你看他的作品 他对色彩的运用 对自然的感知 就怎么样把自然的东西 表现在他的艺术上面 然后能够让你能够有触动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另外就是听觉 他的音乐的部分 我想大家也都不用我去讲 他的声音是可以贯穿的 他的声音放出来 他的那个音乐放出来 你会觉得 这种感觉 我有一次的感觉是 在之前 我2000年去过西藏 那个时候本来想去看大宝法王 看到了 后来他就去 看到他的时候 我去西藏 有个叫堆龙德金县 楚布寺 就是那个投胎转世 喇嘛的投胎转世 是从堆龙德金县 楚布寺开始 第一代大宝法王开始 他是18世大宝法王 我在那个环境中 就感觉就是有 老是这种感觉 就是大小喇嘛 坐着 你看几百个 光线从这个外面射进来 你就听那个喇嘛 念经的时候 那个 就是好像穿透的 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 听小哥的这个音乐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而且这么多年 我说 接触过很多的宗教界人士 有些是有目的性的 就是说 他是想要做什么 其实一目了然 就很多事情 而且我们有时候 接触到比较深层一点的 就觉得好像是有目的性 像小哥这样子 像洪胜上司这样子 就是说 他不是为了自己 个人的一个利益 他是愿意为大家付出 而且尤其是跟一些朋友 去讨论 他可以拯救别人 用音乐 用他的哲学思想 用声音 用图像去拯救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 尤其在这个时到 像刚才学长也提到教育 我自己有小孩 我小孩 我说成绩不重要 尤其现在很多的家长 都觉得 小孩一定要成绩 要九十几分 没到一百分 缺几下打几下 以前我们小时候 都是这样教育的 就是像学长说的 谁占的钱多 谁比较说话大声 但现在其实这么多年 经过这么多历念 就觉得不是这样子 其实是需要 从人的内心开始做起 小孩子最重要的是 他的品质 品格 品格好 还有学习精神 其他不用担心 成绩差一点都没有关系 相信 我想这个就是 洪胜 洪胜师的 他也是这种的一个 精神指引 就是做人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这么多 朋友来听 我希望洪胜师的 这个说法 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能够让台湾 往一个正向去发展 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觉得 洪胜师的这些 精神的这些思想 哲学思想 也影响我很多 OK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洪副馆长的致词 谢谢 谢谢所有嘉宾的致词 以及勉励 接下来就进入到 大家引颈期盼的 中华文化语 当代的洪沟 洪胜林觉禅师 新能讲座 让我们一起 恭迎洪胜林觉禅师 进场 大家都讲完了 我们听说 中华文化有一种美德 就是叫做 所谓的 牺牲小我完成大 这种 这种特别有一种美德 当然中华文化 有非常多的美德 接下来包括一种 叫做 能够在 学习道徒上 一门深入 常识勋修的这种 比如说 我们会在 争取时间在车上 也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学习这种 也算是 非常深厚美德的一种展现 再来就是 有一种美德 叫做 没有宗教的翻离 突破所有的宗教的这些 自私的概念 成见 纯然 回归我们的本心 用一种真心 去体验人生 去看待人生 好像 这三种美德 都被抢走了 对 我们第一次从来 不知道讲哪一种美德 对啊 那么 我们中华文化 常常啊 在历代以来 都被挂在口中 挂在口中 那么 其实 为什么 常年来也都有一种所谓的 共同的认知 属于比较良善正向的认知 但是 却很难去 让所有的这种不同族类 普及 这其实有一种原因在 因为我们有误解 误解的直信 我们生命有误解的直信 那怎么说呢 因为你看我们每每只要想到中华两个字 就好像脑子里冒出的是一种国家观 对不对 国家的概念 那你尤其是这个时代当代 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的民共和国 对不对 它都是一种国家的概念 那国家当然建构在所谓的政治体制下 对不对 那这个政治的发展 又常常拟据着我们所谓的这种意识形态 那你就知道 那鸿沟必然 对不对 因为鸿沟都是从我们的意识形态出来的 尤其佛陀曾经跟我们讲过 情世作用刹那生变 一会变这样 一会变那样 这是我们众生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 也是一种俱生烦恼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 学习它不是一种背书 比如说这时候讲到俱生烦恼 也许很多的学员 他马上就冒出来 是不是怎么又翻盘了 对不对 我记得以前听他讲俱生烦恼 是什么傲慢嫉妒参与来的 对不对 怎么这时候又有所谓的意识形态呢 那你想傲慢基督探人不是都是意识形态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烦恼执性 烦恼执性从哪里来 从所谓的物件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拉回来 你如何能够填平这个鸿沟 卸除这个鸿沟 第一个当然不能有对立观 有一种消弭观 都没办法 因为能量本源收发由心 是从我们内心显现出来的 所以今天一开始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中华文化中华这两个字的一个意理 那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一听到就是所谓的国家观 那这一个是当然是一个大误解 那既然不是国家观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生命状态的产数 它代表着是多元文化多姿多彩这件事情 就好像华盐教海 常常称述的华盐两个字 华盐这个时代在古时候用字比较少 这两个字可以用这个时代叫花园去做概念 那么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 应该不会是只有一种花 它是百花其放 所以中华的花其实是这个意理 它有一种含荣并训 兼荣并训 有一种包容无尽的一个概念 那么中是什么呢 中道之礼 所谓两边不立 中道不存 世卫中道 意思就是说 它是根本 所谓多元文化 它得要有同根共体 要不然我们处在多元文化里面 势必必须对立 因为我们人有去生烦恼 我们一般讲的劣根性 所以它就会有这种对立之性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多知多彩 又彼此不相妨碍 彼此不相干扰 这是一种生命的美德的展现 得着得也 所谓收获的意思 我有这么一个状态 我得到了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概念 所以德 所以德 它是因道的运行而来的结果 所以道是因 德是果 如果从花 中华的花来讲 是一种德 一种结果论的话 那么中就是一种原因 一种原因 它代表的是同根共体 这件事情 同根共体 那同根共体其实也就是同体 我们常讲生命是共同体 其实这还是方便说 因于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精髓意理来讲 它真实说就是同体 就好像一个人 它有五十兆多个细胞 那这五十兆代表多元 每一个细胞彼此不一样 可是它凑在一起的是一个人 那这一些五十兆细胞 虽然不一样凑在一起 也不相反案 反而还有一种互助 合作 互相帮助的一个概念 云烟产生了一个人 的一种结果叫做健康 那如果我们的细胞 当然现在大家好理解 因为现在 常述的这种认知 大家是有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癌症 在很久很久以前 几乎很少听到癌症这种东西 尤其是老祖宗 我们中华文化 在源头的时候 尤其皇帝内经出来的那个时候 你几乎听不到什么叫做癌症 那么癌症 在它的阐述只有两个 一个叫做气之息 一个叫做血之瑜 这叫做癌症 那气之血血之瑜 用针用鞭 即能疗之 所以在古时候 很少找到怎么治疗癌症这件事情的经典 经典可以用现在的概念叫做医学论文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全球大概每一年会有一万多本研究 什么癌症这件事情的入伍产生 那么由这个现象 以这个时代的人的价值观 你就可以去理解 这个时代对于癌症这种东西 是一个认知上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每年有这么一万多个学者 在研究癌症这种东西 然后呢 有没有很普及的治疗几率 也没有 对不对 都是很幸运被治疗到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他每一者 我们叫他每一者 就不了解他 对不对 不了解他不能怎么处理他 好那我再反过来 大家可以去沉淀沉淀 在这个时代 每年有多少在研究感冒的论文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那人人都在感冒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意思是说 在古时 以中华道统文化在运行的生命状态 癌症就像感冒这么简单 所以他就两种方法就可以治疗 针 针交你们讲的 鞭鞭死 对不对 卸之去之就好了 那当然 以鞭以针都还是落伍的 所谓治疗手段 因为讲到中华文化 对不对 很高深 对不对 很高深 那其实他不是高深 他是很符合 很符合我们生命的本然 是这样 所以刚刚我讲了 他不是我们五千年历史以来 叫做中华文化 而是生命本然的对现 就是中华文化 那么在整个地球 五千年来于这个中土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亚洲东亚这个地方 机缘成熟 所以在这边拟据 这一种生命运作的状态 是这样来的 那么我们人常常是外向的追逐 对不对 外向的定义 所以在这一个外向的概念里 就变成这一群人拥有 对不对 事实上不是 就好像佛法当时为什么在古印度 释迦牟尼佛将生在那边 所谓是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当时古印度的96个学术单位 他有很高深的对生命的提解 他提解到了四常八定的一个生命境界 那么这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命抑郁脱离六道轮回的签字 意味着生命抑郁脱离所谓的孔 这个字的签字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 这一些人有这一个涵养 可是却在那个临界点 欲开未开的这个之间 有一个窘境 所以生命当然是感应道教绝不失实的 所以感得了能人寂寞的觉悟能量 降真来这个古印度这个地方 所以透过了当今你们所称的释迦牟尼佛 以人生来显化 来应应这一些欲开未开的这个之间 因为你们讲也要点破 所以当时这个很兴盛的学术单位聚集在古印度 这个古印度在这个时候各个有禅定 所以他们能够欺入 所以这样一个运行也就是一种中华文化 所谓的中华文化 那么他慢慢的慢慢的音源生音源灭了 他会转 转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灭渡 一千年向法时期的时候 大船到所谓东方 东部 我们现在讲的以国家地理观叫做中国 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时期这一些人成熟 成熟于当年古印度的这一些学术单位的追逐者的智慧 成熟了 所以这一个远流转到了所谓的中华 所以好像在这边定型 定型了之后 我们语言好像听到中华传统文化都是跟国家有关系 所以 因此 我们就很难从中华传统文化里面得到真实生命的受用 那 他在佛面上是有的 好比说我们常常也去内地做观摩 而也真的 最后中华传统文化都变成一种知识常识的传喜而已 那当然于各方面的政策也都有在推行 也都有在去认知上的生根发展 可是这个根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中的意理的根 因为他少了所谓的落实这个概念 我语言鸿沟我刚讲那是必然的事情 那么你们于世间法也都有一个概念 这个叫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对不对 那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常在这个世界都会有一种概念说 事事无常 对不对 然后一遇到不好的事情产生就好无常 对不对 你们会不会遇到很好的事情突然冒出来你说好无常 他也是无常 对不对 你们怎么那么不平等观 这个就不是中华文化的美德 所以要平等看待 对不对 你生活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很美好的人事物 他也是无常啊 所以因知无常即是真常 所以至尊于世俗地在讲的时候 在讲这个生命义理的时候 他常告诉你苦空无常无我 对不对 可是真相他又告诉你 这边有人都读过心经对不对 今天又是观世音菩萨生日的样子 他的心经讲什么 无苦即灭道 对不对 在涅槃经的时候又告诉大家 藏乐我尽 对不对 那究竟是苦空无常无我 还是藏乐我尽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 以世俗地的话 就是我们世间概念上的文化 刚刚讲中华 对不对 两个字 再来一个传统 还有文化 传统我们还没讲到 我们先讲文化 中华文化 以世俗地的概念才有文化的概念 如果你以真实第一地 所谓的了义法 他没有所谓文化的概念 所有的文化都是因缘生因缘妙 所以 这个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那么我是什么 我不是我这个人 也不是释迦牟尼法那个人 我在讲的就是你们的中道义 第一第一 也就是说中华的那个中 那个中不是地狱上的中 而是我们义理上的中 所以如果你能了解到这个义理 那么所有的一切花 风华的花 就是文化层面的一切展现 那我们世间人都执迷在这一个范畴里面 执迷在这个范畴里面 就有对比了 所谓东西方的文化 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什么 可是你会发现 当你有办法沉浸心下来 让你自己进入了所谓的定境的状态 当然最好能够去超越四常八定的 那一个第九地定的高度禅定 我们讲的三昧定 当你有办法沉浸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顿然发现 原来所有的地球人类的文明的最终极 都是一辱的 都是一辱的 那么这个一辱兑现到这一个星球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看出来是形形色色灵然满目的这些现象 这些文化类别不一样 这些就是我刚刚讲的百花齐放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都是因缘生法 所以如果你不是拉到这边的观点 去理解中华文化的话 我们永远有这个时代的鸿沟 或者是哪个时代的鸿沟 或者是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的鸿沟 或甚至北台湾跟南台湾的鸿沟 对不对 东台湾跟西台湾的鸿沟 对不对 浊水吸过来一点点的鸿沟 对不对 星电锡 你们这是星电锡 对不对 永远有这个东西 那你看 这些通通是我们不了中道地利益 而产生的生命自然兑现 那你看在这边 世尊不得不说什么 苦、空、无常、无我 对不对 所以因为你们在这边 没办法掌握到生命核心本体 所以苦、空、无常 它是必然 所以有一些稍微生透哲学观的人 它又可以在这一个角度里面去超越 理解到原来全苦及乐 对不对 苦、乐、不饿的一个概念 那现在要讲全苦及乐 对不对 大概没有人会认同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鸿沟就在这边 对不对 我们尽力把这个鸿沟舔平 我们慢慢舔 对不对 那这些不是只有思维上的问题 而是它必须落实出来 所以既然中华传统 加上了传统 传有一种承袭之意 一般不好的东西大概也承袭不了 没人要 那你说现在好的东西承袭得了吗 不尽然 为什么 因为不了解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好 所以余焉我们有我们误解的好 来做对比 所以常常好的也承袭不了 那你说不好的承袭得了吗 也不太会承袭得了 因为不懂它不好 所以继续承袭 承袭一阵子就感受它的不好 所以就断掉了 就不会承袭了 那不了解它的好 第一时间就不承袭了 所以也没有往下 所以余焉我们在这一个生命运作 就是一直变 一直变 一直变 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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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小的变 不是小变 小的变 就是什么 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从小到大 细细细体会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变 大的变是什么 大的变就是你们所承成的六道轮回 不同为之空间 所以 以忠道之意 对现一切美好人生余无障碍的 这样一个生命状态 能够去传承 而且去发展他的领要 领要就是金水金要 那个统治是这样 有一种统领之意 统领代表什么 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来过日子 这样比较白话 不必说被谁统预 被谁引导 被谁引导 也是你在过日子 所以用着忠道思维 对现于一切不相妨碍的生命状态 这样一件事情能够不断蔓延 不断延伸 那当然延伸他的华字也会不断变 不断变 不断变 可是他的忠字绝对不会变 绝对不会变 那不断延伸 然后以此作为金要 去过你的日子 你就是在过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人 那中国传统文化 来啦 文化就是什么 文化只要有人之行迹 产生的形形色色 你愿意把它记忆下来 用那样再去做你的行为典范 去运行你的生命 那个就叫做文化 所以文化可以各异 可是你生命的核心不能有差池 那很多人在这一个点他看不开 看不开 于是生命的差池 就会随着文化的展现而有所冲突 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把这一些文字的背后的深度寓理 把它搞清楚弄明白 这么一来 人家可能误解 你不误解 那你不误解的人 你当然就是用着理解在对性你的人生 那了解到这边 我们又会有一些疑惑 那到底怎么样去理解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因为刚刚讲的是一个理 是当然讲不完 可是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你触及他的时候 你到底是在运行什么 运行什么 或者是你到底是要关注什么 你们现在人讲叫学习 你到底要学习什么 因为我得学习到一个什么 才能用它来去运行我的人生 那那个什么叫就是三个关系 它其实就是两个字关系 那我们人老代官太狭隘 所以还是得要分析一下 要不然本来是一个全然观 全然观以第一意义 中到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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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谓是什么 知患即理 不假见识 不假方便 那么呢 罹患即觉 亦无见识 他就在当下 顿念即理 顿念 顿念就是没有时差 所以老子文告诉我们 物则一念间 迷今千百节的原因也就在这边 我们有鸿沟必然 因为我们已经迷今千百节了 那你怎么画出这个鸿沟 你要把它展现出来 对现出来于你的生命 就在那物以念间的刹那 你就有办法 可是于世俗地 我们习惯了 我们人活着 应该讲我们现在的生命体 不只是人 好像没有一种 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我们是无法 去拿捏我们生命的运行 对不对 事实上 时间跟空间 都是抽象概念 你们世间这样假的 假的 讨法师 假的 真的是他讲的没有错 可是你看 他讲的没有错 被这个社会 盯得满头包 因为大家不知道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你跟他讲真话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多的这些落差 为什么 又来了鸿沟 都是鸿沟 对不对 那 那这里怎么办 就是因为你在跟人家讲一个真实的状态 你也没有去铺陈 对不对 你没有先让他了解 你就讲一个定义 那当然就有鸿沟 因为他不了解 所以鸿沟是从不了解来的 那如果了解到中华的意义这么好 我相信每一个人你都不用催促他 他自己就起动力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什么 都要离苦得乐 也唯独你理解到多元文化不失一体 同根共体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真正去做到离苦得乐这件事情 所以他兑现来我们分析的世界 什么叫分析的世界 就是有时间有空间的概念 虽然他是假的 那我们还是得要借假修真 对不对 所以讲回来假的世界 三个要点 一个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一个就是人跟大智环境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是古时候用词 当今用词叫做人跟 整个宇宙存在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 那当然这三个的核心是在第一句话 叫人跟人的关系 那人跟人的关系的核心又在哪里 又在人跟自己的关系 所以换言之 如果你能够真正把自己搞定 那你就能完全通透明了什么叫做中老文化 那以此道路来讲 假若你搞不定你自己 那你永远对中华传统文化都是一个问号 因为你不了解他 你绝对不了解他 所以中华等于什么 在这边 以逻辑脱一论 就等于自己 等于我 对不对 而这个我是常乐我进那个我 不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那个我 苦空无常无我的那个我 同样用一个字代表叫我 可是他的我代表着什么 执着分别妄想 代表着贪嗔痴慢也二见 代表着三系六出向 代表着一切你存在的妄见 那妄见是什么意思呢 妄见就是误会了 大事大条 误解了 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 因为我们大事大条 因为我们误解了 我们误解了我们的存在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才必须学习一个觉悟之法 换言之中华两个字又代表彻底觉悟 彻底觉悟 所以他有体相用理事因缘果 他具足在里面 你们以前听过八面玲珑 对不对 你们看待一件事情 要八面玲珑 这是一个 负责一念间 稍微有智慧的人的一个基本观 看待事情的基本观 我们现在好像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我们看待事情 要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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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客观 我们正反两面都要考量考量 正反两面都要考量考量 你看客观 客死异乡的观点 一定是这样子 你懂意思吗 对立 所以八面玲珑 我刚讲的体相用因缘果理事 你看待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这八面观 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你看现在我们头脑就打架了 因为我们没有中华观 我们只有中华民国 与中华的民共和国观 对不对 所以你看又两面 都是两面 所以你只要在两面里面 你必死无疑 你处处会走不通 因为那个叫做边界 所以我们人与生的生命障碍 第一个就是我见 那么我见里面拆开 就有所谓的生见边界 见取见 借取见 邪见 生见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见 借取见 这两个是所谓的偏见的意思 那你看人家连一个偏见都告诉你有因上的偏见 跟果上的偏见 都不一样 最后不能归纳的叫做邪见 邪见 邪见叫偏邪的意思 不是指一个人很邪恶 对不对 处心距离 不是这个 你看这里面都不讲那个东西的 因为那个东西更加粗糙 所以他五个来自哪里 来自第一个 生见 因为你误认这个生是你 所以从这边你就开始产生很多的误解观念 其实不是从这边 是你会有这一个概念 是你 那个你不知道长怎么样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这一个误解的观念 所以才兑现出你有现在这个色身 然后你活在依这个色身 存在里面的灵魂的观点 在看待世界 所以你一定处处走不通 因为你的边见就出来了 边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看待一件事情要客观 对不对 两边来了 你看 通常我们欲欲看待的客观都会变成偏见 后面紧跟着见取见界界 因为你只要对立你就没办法 所以八面玲珑不是这种概念 八面玲珑巧妙 后面只要加个巧 就是善巧方便 就是无上智慧的运用 他还得加上无上 一般智慧的运用是办不到的 那他的核心从哪里来 刚刚讲的 人跟人的关系搞定 你就开始蔓延出这样一个自自然然的生命状态了 语言你在这个世代就入中华了 这时候中华不用再解释了 不是国家 也不是地方 不是 是生命的那个状态 你就入中华了 好比说你就依佛家用子教 你就入华言了 华言世界 华言境界 对不对 那你入了之后 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 归本心 入法界 回归自信信近圆明体 那时候你的生命会多自在 所谓是 绝学无为贤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名实信即佛信 幻化空生即法生 法生绝了无一物 对 本源自信天真佛 那你是多么天真无邪 对不对 你就会是那样的生命状态 那接下来还跟你阐述一下 你在幻化的世界多好应对 那就告诉你了 五阴浮云空去来 五阴是什么 色受想行事 对不对 你们讲色受想行事 你看他都在形容你的身份状态 那色受想行事不是五个东西 勉强讲五个状态也是很勉强 因者运也 为什么用这个运很巧妙 你们不是读心经吗 照见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叫五蕴 蕴就是隐藏 你们生命隐藏了五个状态 对不对 隐藏了这样的一个特色 就叫做色受想行事 对不对 那这些其实都是幻化 既是隐藏它都不存在 所以照见五阴皆空 空皆不存在 所以你看这时候五阴浮云 就像那个浮云一样 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你说天上一朵云好漂亮喔 有吗 你拿来给我们看看啊 飘香飘香 你拿不到 那个叫Tom Cruise 开F18再你上去 对不对 现在很汉吗 那电影 对不对 你看没有隔阂 文化没有隔阂 对不对 去啊 然后你伸出手啊 把它抱一朵 回来给我们飘香一下 你抓不到 空去啦 根本就是假的 那为什么你会认为有余 因为你误解 你误解了 你的人生就像这样 你存在这五阴 对不对 你以为都是它 而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根本没有它 所以照见五阴皆空 才能度一切苦恶 对不对 那你人生有苦恶吗 有啊 因为你度不了啊 对不对 因为你照见不了五阴皆空啊 那为什么照见不了 因为你不愿意认同啊 就这么简单呢 对啊 你绝了一念间而已呢 对不对 绝了无一物呢 那所以 你要用如是观 如金刚经上讲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对不对 应做如是观 你这么观点 一直看待一直看待 你有一天你会顿然绝了 原来以前我都是误解的 有都是误解的 所以你看啊 今天你们一开头听了 对不对 你误解中华文化多久了 你认为中华文化到底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都不是 是清朝 对不对 还是明朝 对不对 清朝其人也不是 对不对 你都会在这种向上捉摩 对不对 那你推啊 那黄帝吗 黄帝吗 黄帝吗 对不对 福西寺吗 对不对 福西寺听说画出 那个山海经画福西寺是怎样 人头 蛇身 哦 原来 西人 西人要出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都是 对不对 你论不完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什么花 花 对不对 中华的花 他少了中 那你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 中放上去了 那你他是西人 还美人鱼都没关系 美人鱼也是鱼片 对不对 也是人头 那个嘛 鱼片身 对不对 那个福西是不是也是这样 女娃 对不对 女娃也是鱼片 对不对 都一样 那你就会发现 整个静虚空法界 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 它存在于多元 数不尽的多元 多到你无法想象 为什么 而且还在蔓延发生当中 因为 一切存在是你们意念启用 大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坛子 三十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行皆有事 对不对 你们整个宇宙 是以俗地说 是这么快的速度 兑现出来的 一坛子 一坛子就这么快 就有三百二十兆个念头 闪过去 那那个念头就是主宰 主法所生 为心所变 为心所现 一切因果世界为成 因心成体 都是这件事情 所以一坛子这么快的速度 已经三百二十兆个世界对线的基因 产生了 听到 这只是你自己一个人而已 能创造的 还不是把所有的人类加在一起 所有的人类现在多少人 七十亿 那个领头去掉 七十亿 七十亿再乘以三百二十兆 一坛子 你们地球已经又兑现出这么多的世界了 你们看得到 看不到 因为你的念头 你的那个基础因你都意会不到 所以你看他告诉你 念念成行 一定有一个物理现象产生 行皆有事 一定有一个精神现象隐藏在里面 所以你们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 有物理世界 有精神世界 你们活在里面 喜怒哀乐 所以通通是你的 一刹那兑现出来的 一刹那又接着一刹那 一刹那又接着一刹那 相续永无止境 你什么时候能停 你回归本心 你一念不生的时候 他就停止了 要停止不断蔓延 是这件事情 那你说你要制止他吗 你制止得了吗 制止不了 那你要放任他吗 你不用放任他 你已经在放任 你不用在那 我这个放任好像太放任了 不负责任 对不对 不行 漏在师父的圈套里面 还说放任 你已经在放任了 你懂吗 所以你也不必想放任 也不必想不放任 刚刚我讲的 绝学无为闲道人 不除妄想 不求真 你都不要理他 对不对 你就会保持在三细像 人怎么样 你一念无名 这个波动现象 一弹子 这个波动现象就开始了 那开始的时候 产生你心 你本叫本性 本性产生心 那心就有一个基本作用力 心就是你的造化组 你们这个高度科学的源头 所有我们科学家 哲学家都在求 都在探索 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他现在已经告诉你 就是你那一颗心 对不对 乳酪欲了之 三世一切 否因观法皆信 一切为心照 那这个心 有别于性 性不动 它是屏幕 不受动摇 那节目都是在屏幕上演 这个节目 第一开始的节目 就叫做心的作用 心的作用 就是一坛子三世百天 那他就有三个特色 一个叫做夜相 一个叫转相 一个叫做境界相 他有这三个功能 所以他会现 就像你拿个镜子一样 你拿个镜子照任何东西 他都会现 呈现出来的意思 这就是他本来的功能 那本来你们的世界 存在这样的一个刹那是美好的 这时候没有鸿沟 世间通通没有鸿沟 整个宇宙都没有鸿沟 对不对 可是每一个人 这个镜子照的境界 不一定一样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们在那边 你们每一双眼睛就像镜子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杯子 有对不对 你们看到是都一样吗 有一个你们可以 应该可以接受 至少你们的角度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对于画画来讲角度不一样 是不是同一张画 都不是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以实体 你可能会在那边捉摩 可是 当这个杯子 照应在你们各自不同角度的眼睛里面的时候 它长得都不一样 那到底是这个杯子佛 你们几个人 六十几个 对不对 这六十个到底是不是这个杯子 通通不是 通通不是 懂意思吗 那你执着什么 对不对 没有 因为都不一样 那谁决定 你的心 知道吗 对不对 好 那都不一样 有没有鸿沟 隔壁的 你看到什么角度 三十五度角 错 那你扒下去 那有这种事情 三十度角 对啊 你从它的角度是 你的四十五度角 你从你的角度是 它的 对不对 一百八十度角 什么等等 都不一样 对不对 本来你们新现出来的世界 本来就这么的peace 就这样 为什么会开始有鸿沟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讲的 这个刹那叫做中华 这个刹那叫中华 那么中华开始被你扭曲了 你还以为它是中华扭曲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什么 一念不觉而有无名 无名不觉生三性 刚刚讲那个叫做三性相 这是专有名词 我刚用比喻的 它有一个夜相 夜相就是这个能量会呈现 然后它会依你的心事决定 它会转变 叫做转向 然后转向的同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 状态 这叫境界相 对不对 所以同一个杯子在你们的眼睛 眼睛代表什么 你们的心 对不对 你心在认知 认知 那你比如说那你闭上眼睛有没有 有没有 还是有啊 没有想像还是有啊 你想像里面还是有个画面 一你还没闭眼睛前面是不是有看到影像 你现在闭眼睛 我跟你说我桌上有没有一个杯子啊 你会闭上眼睛也会说没有吗 没有没有 还是有 对不对 那它到底有没有 在你心永远都有 好 那这时候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 境界维缘掌六出 六出像很恐怖喔 就出来喔 你们人世间所有的鸿沟 烦恼又有牵挂 都从这里出来喔 如果一个人能够只在这边 刚刚讲的三七相就好了 他永远没有痛苦 他活在这生生世世啦 这六道轮回不同维持空间嘛 人跟人的关系 大自然环境的关系 天地拐沉的关系 你都不会有任何痛苦喔 可是偏偏我们人就 就开始造作了 就要开始去挖沟了 红沟 黑色的还不行 一定要红的 就开始挖沟 就是六出像出来了 所谓六出像是什么 第一个叫做自相 智慧的智 可是不做智慧角 做分别角 做不同角 你就有这个能力 而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喔 这个是盖子 这个是碑体 这个是托盘 等等你就开始不一样喔 出来喔 这样还好喔 你就会这个直径就一直发展 就会开始什么 相续相出来 你这样会一直不断发展 不断蔓引相续相 所以你就会开始在你的人间 这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那个跟这个 一大堆一大堆 你看 你的脑神经开始衰弱了 你开始要记很多东西了 你开始要承担很多东西了 对不对 绝学无为闲道的人已经都输了 离你远走了 对不对 你已经不是绝学无为闲道 那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绝学无为闲道 绝什么之学 绝世间有为之学 对不对 学什么之学 绝学嘛 学 初世无为之学 所以你那时候的因缘无事 那不过 你只剩下一天之一 叫做乐 所以那时候叫做极乐 绝学无为闲道的人 你看 他平和了 因为他不去做这些分辨 不除妄想 不求真 我们是落在六初相里面 余焉我们不要这样 所以我们开始要除妄想 这是妄想 对不对 你开始要除妄想的念头出来 又是六初相 这六初相又double 那你说 那我要除掉这个妄想 什么妄想 不要除妄想的这个妄想 你又double 又double 又double 所以你不断蔓延你的妄想 一直蔓延 所以自此回不了家 我们就这样 所以你们常听人家说 修行回家 我每天在我家喝茶 又回家 对不对 修行 师傅你讲错了 我常听的是修行出家 他们的出家就是回家 回应那个家 当然 这个都是名词定义 它有十字面 那这个相续相出来 自相相续相 接下来 慢慢越来越恐怖 你的直取相就出来了 直取的特质 执着要它去 对不对 你们世间 如果没有这个 就不会有很多痛苦 你的痛苦都从哪里来 从你要得到 可是不如你意 得不到 都从哪里 不管是人 对不对 还是物 对不对 钱感情 什么 就是啊 那个直取相出来 所以 越来越深了 直取相出来 然后 它又会不断 一直直取 一直直取 对不对 最后 你的直取相出来 你就产生一个叫寄名自相 寄名自相 寄名自相的 你的定义 会很深刻 对不对 比如说 这里有个杯子 你去感受 就这样 有个杯子 对不对 跟那个杯子不一样 就这样 你还好 对不对 这里有个杯子 跟那个杯子不一样 这个比较漂亮 对不对 这样你就开始了 还是说 那个比较漂亮 这样 你每每看到眼前这个 就开始做眉头 对不对 因为那个比较漂亮 对不对 你看直取相 然后这样 你停在这边就算了 你还会一直 那个很漂亮 那个真的漂亮 那个漂亮 都不行 后面寄名自相 对不对 不是我的 苦啊 一直苦苦苦 你看直取相 我要他 对不对 我要他 要不到 对不对 你的苦都是这样 没有出相 所以自相 一直到哪里了 直取相 寄名自相 刻画了 我的定义 你的定义 我能得到 我不能得到 都是定义 对不对 这叫寄名自相 然后寄名自相 就产生 你们世俗 常讲的业障 在专有名词上 叫做什么 叫做 夜起相 不是夜起田 夜起相 夜起相 这个夜已经起作用了 起作用就是业障 你们俗称的业障 那你们常常说 遇到业障很痛苦 对不对 有业障好痛苦 所以你们又来了 要消夜了 对不对 又要什么 又要除妄想 对不对 所以你们永远行不得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之前人家跟我们说 师父 你每天永远有事情做 很好 风险 很好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有在家 每天永远 那你们在那 土耳教 教 教教 你知道吗 我们在拼他 那时候我们在拼他 你知道吗 永远 原来人家在拼他 每天老人都没有事情做 对不对 永远没有事情做 那叫做 林世金叫什么 不务正业 对不对 不试生产 你看越来越加越多 然后转合过来 你看多虚伪 对不对 对 你怎么知道 不是闲人闲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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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有什么事情 闲人绝非等闲人 你怎么知道 所以你要有才干 你才有办法闲 所以为什么有人家玄学大师讲 绝学无为闲道 用那个闲道 不是他没有能力 什么都说 因为他知道一切幻化 空无 所以可有可无 你如果小学会叫青菜就好了 青菜就好了 青菜就好了 你敢答应一件事 敢说青菜就好了 你要角色要对 我们常常是这样子 我答应你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都不理 然后最后开天窗 然后你还跟你讲 你心菜就好了 所以都不是这种概念 这叫造业 这个绝对是列在六处像里面的事 那个叶起像出来了 叶起像如果只有一次还好 对不对 一次大不了 发生了算了 对不对 可是偏偏你们人生不如是 叶起像后面又跟着一句很恐怖很恐怖的话 叫做叶细苦相 对不对 细就是连细的细 苦 就是说你这个叶会造成你永远脱离不了苦的一个特质 所以你们就有六道轮回 通通怎么样来的 通通不了解中华两个字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要了解回来中华 中道 那两边不立中道不存 你看你是不是一直在回推了 回推就出向了 最后你推到哪里叫做不出妄想不求真 你知道吗 三细向出来就出来 不碍事 那一个境界都是法生大事的境界 法生大事不是只超越六道轮回 你们这整个宇宙的维持空间的牵制 不只是这样 刚刚讲的天地鬼神的关系 对不对 你一定处得融洽到不行 那接下来呢 你还超越跟天地鬼神的关系 那个在中华里面讲叫法生大事 他除了超越六道轮回 他也超越了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再上去叫一真法界 三细向对线出来就是在这边 很快乐 对不对 很美好的一个世界 那当然有的人不懂 我前面稍微讲一下这些生命的境界 六道轮回大家知道吗 我们由夏网上讲夏就是生命窘境越大的地方 的状态 他也不能讲地方而已 你们讲的地狱啊 对不对 听过嘛 对不对 那现在前面不是地狱长吗 飞飞扬扬吗 其实那个也都不是地狱 那个只是鬼道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就僵尸木乃宜 僵尸木乃宜 也还没到鬼道啊 在人道啊 对不对 他在人道跳嘛 他在人道跳 他跳你看得到嘛 对不对 你意思一定也认知他来掐你掐得到嘛 对不对 这不是人道 这是什么 那叫做 死没穿起的死体 死没离啊 死没离 还在那儿跳来跳来跳来 对不对 你假的用走他没办 对不对 所以怕什么 他比你障碍得多 不过你看你要走到死啊 对不对 你看都是你们的六出像 对不对 你忘记中华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有记得中华了 你就知道了 哇 僵尸 对不对 看僵尸配僵尸 身体发热 身体好 对不对 你是怎么会到癌症 你身体太冷了 对不对 你要吃僵尸 听说 怕 会在那儿发热嘛 对不对 看僵尸配僵尸 会的都用智慧去运用 不会的都没人看到 听到报导僵尸 就自己在那儿 他也忘了一顶僵尸 对不对 很多他形容的都是鬼道而已 还不到地狱道 那在不同维持空间 那谁创造的 我们自己创造的 没有人 分发我们去地狱 一切由心造 是我们的那六初相太浓郁 对不对 忘记了多元文化 多姿多彩 同根共体的不变体性 所以我们都在外在 这个喜福 如果医科学上讲法 我们的心波脑波太强烈了 你的心波脑波越强烈 越是强烈 你兑现出来的物理现象 跟精神现象就越激烈了 越激烈你就越怕 越不安 是这样的 那你怎么做出自己主人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 回到我的中华一定好 对不对 中国一定 不是中国 中华一定 中华一定强 对不对 这是都有道理的 只是明和我们现在都国家概念 所以都不能这样讲 你说这个他不高兴 你说那个他不高兴 对不对 所以回到我们的中华体性的时候 你这些就去突破了 自自然然在你一念间就突破了 那你就能够去理解 原来人跟人自己的关系是核心 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 有忧郁症 对不对 躁郁症 对不对 精神分裂症 对不对 那个自残症 总之你看 一大堆心有的医疗名词 都是跟自己有关系而已 跟外界都没关系 有从那个核心 蔓延出来 才有他惹我不高兴 对不对 你知道真相 中是你的本体 他是华 是你的对线 那有谁来惹你不高兴 没有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些我们知识认知的中华文化能够救世界 你不要误解 对不对 离子漆救得了世界吗 你不要以为那个叫中华文化 那是不是你们认知的中华文化 多数是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形象 那个是文化不是中华 那很多古时候有这些运作背后还真的有中华 所以讲穿了中华两个字到最后就是能量本源 能量本源 还不是说我们中华文化常常是不是要讲做有做之 对不对 占有占之 对不对 你看你的腰 你看看 当然长年累积下来 你很难相信中华文化跟你讲 做有做之腰才会好 我就坐到腰有够身有够体 你告诉我空最有做之 因为你已经颠倒了 累积太多负面了 要不然你看到最后人家佛教告诉你 端坐念十相 世民真忏悔 一念间 净除一切业 所以正十相 空仁法 后面有一句话大家很喜欢 有学的没学的应该都要很喜欢 你们都不喜欢业 业障 因为根深底部植入你们的脑袋 对不对 证实像空仁法 仁跟法都空 仁法二空 后面告诉你 刹那灭却阿比业 你看多好 会消业的就这么简单 你做法律吗 好险今天来这边 要不然今天观世音八号生日 又不知道去哪里做法律了 对不对 又不知道去哪里消业障了 都消不了 他跟你说端座念十相世民正忏悔 对不对 他又一个端座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外在跟内底底都是明和的 就好像前一阵子也有遇到一些同山 又在问那个 有时候我们 今天没有示范 有时候我们在擦嘴巴的面子 每次擦碗都折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旁边 中华传统文化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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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救什么世界嘛 对不对 不过就是一张面子 折得整整齐齐 放在旁边 能救什么世界 我告诉你已经救你了 你已经救你自己了 因为这叫能量云 如果你不懂 还真不懂 很多传承下来的 我们这一些有中华文化素养的人 也都不知道 就是说 东西就要折整齐 他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折整齐 比如说你们起床 对不对 起床怎么样 起床就起床 对不对 要干嘛 棉被 棉被 棉被怎么样 棉被就丢着 对不对 丢着 为什么丢着 丢着才是聪明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晚上还要睡 对不对 晚上还要睡 不是又要摊开吗 你刚起床 折一折 这不是浪费体力吗 对不对 不会浪费时间 你看 好像是 对不对 可是你不知道有一个问题 那折好的棉被 产生好的磁场 那揉成一团的明被在那边 开始拟据不好的磁场 磁场叫能量 你早上折 晚上回来 再摊开睡觉 有没有不一样 如果你理解到这边 大大差别了 我告诉你 你发现 你只要不折被子的 每天 起床出去 慢慢回来 你的睡眠品质都不太好 因为你盖了一件 蓄积一天的负能量的明被 那你们人未能无念 故为阴阳所福 对不对 会被这一些形形色色影响 对不对 那你等于 你出门的时候 开始创造负能量 然后你还很高兴 等着我回来 等着我回来 继续感染负能量 然后隔天继续再创造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的 奇奇怪怪的负面心境 他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这些小小动作 你们有机会可以用那个领摆去做实验 领摆 你去做你就知道 差别好大 所以衣服也是 除非你是一种人 法生大事 你超越了 你已经不被这个世间给牵制了 那一种叫大权视线 那一种早就超越物理现象的人 那一种人本身的频率就是高能量 所以他随便都好 他随便都好 可是你要会学 你可不要 他到处跟你说随便都好 你也随便都好 你就在文化层面不是在中华里面 懂的意思吗 所以包括你的东西放的位置 那都是产生一个场 所以鱼烟风水产生 鱼烟风水 风水就是这样 你每样物件在他大自然周率里面 都有他应该要有的那个状态 他就带动了一种善能量 那你活在这个环境嘛 你就因死而被善能量感染了 所以你的人生就会特别的 不知不觉 莫名其妙的感到幸福 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不会有常常 这个可大可小呢 这叫命运嘛 命运 那当然 你如果执着在这里面又不对了 你看很麻烦的 那你们不要听到这段说 那我放心了 陶俊说爱哲被子 现在师父说不要执着 现在放心了可以又不用了 你永远在那边叮叮倒倒 叮叮倒倒 所以这时候告诉你说有事有心 對不對 心属里里可顿悟 事须见修 你要把你的习气透过四项的演练 把它调整回来 那个花开了才会美 那里可顿悟 里是你一念间的事 是那个宗 宗你一念间就必须入道 那花多知多彩 关系到 你去到任何一个不同维持空间 你跟那些生命体都不会有摩擦 所以你才堪称有办法来这个世间 叫游戏人间 是这样 所以有一尊佛叫游戏佛 你们知不知道 他供养他的时候是要供养玩具 玩具 真的啦 每个眼睛都 好像我在骗你们 真的啦 真的 你去翻佛经有啦 所以佛经都是表法 懂意思吗 全部都是表法 供养玩具就是提醒你要游戏人间 游戏人间的意义在哪里 你不要太执着 这时候我本来要讲太认真 认真要转变 执着 你有执着 你的认真就产生痛苦 你没有执着的那种认真 就产生好的生命境界 就这样 你们不要把执着跟认真搞错了 认真不容易 你必须体认到真实 你才有办法认真 你才有办法认真 认真不是 不是这样喔 那个是样子 那个又是某一种中华文化的样子 它跟中华无关 是这样 所以要去理解到这些鸿沟不鸿沟的问题 一定要从本质契入 你从本质契入 你拉出来就解决了 刚刚讲是不是 人跟人的关系你就会处好了 因为那是核心 以中道而行 那为什么你能办得到 因为 你了知三界空无物 所以命里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件事情是你们存在的真相 所以你回回中 那你核心抓到了 你人跟大战环境的关系 也就会处好了 所以你每每常常去到一个地方 你就会觉得那边 核心常常形容叫风雨雨时 对不对 国义秋具 就是说 只要你走到哪里哪里就特别好 对不对 本来天气不应该好的 你只要去也变得比较好一点 有一件事情 又常常可以去印证 比如说你们有开车的尤其是 常常要开进台北大都市 就是一味难求 每每只要跟人家约的时间到了 前面就有一个位置等你 停了你就去了 现在结束了又回来开车 开车要到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 很不幸又在台北 台北塞车 大家有概念 对不对 一味难求 每每时间又快到了 又要跟人家见面了 要到那个店旁边 就又有一台刚离开 你又进去 常常这样 那这个就是你的命运 对不对 你的命运 那你的命运平和而这样 因为你有你的核心本源 核心本源是什么 你这个生命体的能量源具足 在佛教叫福报 对不对 其实福报又分好几个层面 一个就是大家所知的 你要有不知才有的那个 兑换的概念 一个不用 一个是你自信亲近圆明体 自然因应一切 中华的法对现出来的一切现象 它本身就是福报 所以它是自信本有的 所谓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感如不通 这也就是中华的意理 所以你越是深入有机缘 去深入理解中华文化 你就会知道它真的救得了 你们这一个21世纪 而且也不是这样而已 它是救得了你们全宇宙的众生 它就是中华文化 所以不能误解它 听说你们还有什么Q&A吗 是 谢谢师傅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 不知道在场的各位有没有 对今天的主题想要再更深入理解的 我们开放一些时间给你们Q&A 谢谢师傅 今天看蛮多都是家长带小朋友 也有蛮多父女同胞 我想说还是请教师傅 今天听师傅 原来还有这样 那我以为有在做 但事实上我没有做到位 或是我根本 有些我不知道要做 然后可能造成一些 德性上的是不是就损失以后 是不是我除了影响我自己 是不是影响我的家人 然后或者就像有些电视剧有演什么 乔家大院可以200年 什么张家大院可以几百年 那为什么我们家就没有 那为什么他们200年 600年还是最后是没有了 这样子 那再请教师傅 家道的传承 谢谢感恩师傅 恢复教育很重要 那么教育其实有四类 所谓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跟古时候讲叫宗教教育 当然现在你讲宗教教育 很多人很难理解 因为对宗教两个字 都已经有耳化误解的概念 就像我们今天讲中华传统文化 对不对 光中华传统文化六个字 以前到现在 你们应该没听过今天讲的 告诉你们中华的意理 对不对 那你不就是一直在误解吗 对不对 那你用着误解 你再去渗透它 你能渗透出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第一步已经方向错了 你努力走绝对走不到的 有这个问题在 所以必须要恢复 刚刚讲的那四个教育 那四个教育是形式 是时期、阶段 不一样 那不同的阶段 就有不同的人的对待 对不对 可是 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内涵 你要教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无非是五个科目 对不对 伦理、道德、因果、智慧 跟科学的教育 就这五个 那你知道这五个是有次第步骤的 也就是说它的前后次序是很重要的 不能乱斗 那为什么 因为厚厚生于浅浅 这五个的前面都是后面的基础 那有一个比较例外 有一个叫做科学 并不是你有前面的基础才会有科学 可是这时候另外一个层面的基础是什么 是运用上 让你不会出问题的角度来讲 智慧没有的话 发展科学会很可怕 会让科学反扑回来 造成众生的不幸福 我们发展科技是为什么 为了便利的 便利我们的生命 发展 可是你只要没智慧 常常你的科学是一个反扑 它就不是便利的基础 那智慧学不来 没有一种学门 你只要记住这个就有智慧的 没有这种东西 智慧是一个状态 能解决生命一切疑难杂症的状态 叫做智慧 所以它本来就没有 本来就没有 那遇到的时候 自然长出来的 冒出来的 发展出来的 那个状态就叫做智慧 那当这个状态发展完之后 你的疑难杂症已经解决了 智慧又消归于武 那个叫做智慧 可是智慧 它是有条件的 它本身学不来 它的条件就是伦理道德因果 有这样的概念 跟涵养的人 它的心是平静的 所以智慧是从平静的心 产生的状态而来的 所以它另外一个样子叫做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那你说的那些 有所谓的业 家业 那有的家族 它的善业绵延的比较久 能量去足比较大 你们讲福报比较大 所以它能够延续比较久 有些含量太浅 所以它一下就没了 就跟杯子装水一样 你用一桶 一个桶子装水 跟一小杯装水摆在外面太阳底下 哪个很快就不见了 小杯子 这个气量太小 福报太小 那大桶子 晒隔一两天 还有 就像有的大家族一样 是这样 可是这都是在你们世间的因缘生 因缘灭法里面 你永远 没办法保持永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世间 你应该不是在跟我讨论极乐世界 那这个世间叫什么 这个世间叫什么 叫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另外一个名称叫堪忍的世界 另外一个名称叫五左二四 加个二 二子的世界 好 这是它的结果 结果就是这样 敬不如人意 事不如意常八九的世界 就是娑婆世界 那这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们的会心 我们的心污染 对现出来的世界就是娑婆世界 那么如果你把你的心转变 变成亲近 你现在对现出来的世界叫极乐世界 所以还是我们创造的 所以你看古时候有个叫做相夫教子 对不对 像什么 不是叫你长得很像丈夫 对不对 像是辅佐的意思 你能够帮助先生 这个鱼帮水水帮鱼的意思了 他要告诉你们是生命同体观 所以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重要 所以我们在阐述又有相的差别性 所以只好有一个主有一个辅 所以叫做相夫教子 你看 所以古时候女性多重要 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 你们知道吗 中华传统文化是女权至上的 你们都不知道 大 大小的大 大有没有比小大 这什么问题 当然有 大比小大叫大 那比大还大的是什么 太 对不对 先生叫太太还是女生叫太太 所以女人至上 懂意思吗 所以 你爱相夫教子 可是现在的文化不如是了 对不对 女人自贬地位 什么叫罪大你知道吗 不用做事 出一支嘴 对不对 皇帝 你给我拿这个东西 那个最大 对不对 是 马上办 对 那比较小 对不对 你们现在女人都要开始做那个 我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做什么 这个 古时候太包太是太任 都出一支嘴而已 多有权威 你知道吗 那个姚帝 顺帝 他们的妈妈 妈妈们 都叫太 太太是从那边来的 所以 女人在家里是很有权威的 对不对 嗯 这 肥无忌好 对不对 有什么无忌好 不可以 与我们专家的成长的兵败 先生就 是 你现在变倒了啊 所以 这个开玩笑讲啦 不过告诉你们的毅理是说 你们都要先去知道背后的这些 要不然光一个折背子就可以炒三十十年了 你懂意思吗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知道折背子这么好 有个底下差吗 不用啊 所以你们的能量学的概念太薄弱了 拿回来 中华两个字认识不清嘛 中华两个字 是抑制能量的 好能量啊 加个善 加个善在佛家不是世间善恶的善 是 你回归你的生命本体叫做善 我们世间的善恶 好人好事 这些都不是你本体所是 你本体是什么 两边不利 中道不准是为中道 那个中 所以我们有中庸之道啊 中道而行啊 都讲中的原因在这边嘛 这是你的生命本体嘛 哲学家讲法叫什么 宇宙万有的本体 是这样 那宇宙万有的本体是中 那宇宙万有的现象就叫做华 是这样 所以你们说家道 也是从自己的中道而来啊 你的家道要往哪个方向 那样的花去开 对不对 也是从你的中道能保持住 哪一个境界而显现出来啊 所以一个人自修是很重要的 所以禅宗本来到最后告诉你们 直言自利不言利他 当然你们依根现在人的观念 会错解文字 会误解他 他所谓的直言自利不言利他 并不是说不关怀社会 不去帮助众生 而是告诉你核心问题 因为人家讲的是生命同体观的 已经不是共同体了 所以人家的讲法逻辑 跟我们世间的对法世界是不一样的 直言自利即是利他 因为他即是我 我即是他 所以 传统不跟你讲得那么拉里拉长 直言自利啊 所以你们有没有自利啊 所以这个自利就是一个全然的 并不是世间又来个 这样我知道啊 我先把自己过好 再来想办法让家人过好 不是这种概念 他的把自己过好同时就是家人要过好 对不对 家人过好同时就是国家人民要过好 国家人民同时过好 就是整个禁虚空片法界一切众生都过好 所以你不归本性入法界你办不到 这件事情 只有地藏王的本愿才有办法 普贤的实愿才有办法 所以这些修得菩萨所表法的 通通是在教我们这一些毅力 那这个社会有现象存在 所以你们这个问题显得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社会的基础单位是家庭 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会的纷乱也是家庭教育错问题 对不对 这个也不是现在才有 这个就我们小时候听到烂 我们小时候都听到烂 小时候听说大人小时候也听到烂 我们小时候听说我们在念我们那个大人 他小时候也听到烂 他又说他小时候听他的家长讲这个也听到烂 一代不如一代 就这样子 然后整个环境就是父不父子不子 师不师生不生 对不对 就变这样子 所以道德仁义理 为什么理最后一个防线一定要把关注 因为理是为人的最低标 只要师理了 所谓的不学理无以立 立足 立足于人间 他最低标是于人间 那他的标准在哪里 在义 道德仁义 义是人的标准 那师义了有失道义了 所以才要勉强把握住理 你如果也没有了 你就不是人道了 你现在虽然还有人脾 人脾的福报 可是你的起心动念心续 绝对都得不到人道 也就是说白话讲 做一个人应该有的平静 你都得不到 所以你的心里常常会忐忑不安 所谓是小人常七七 君子坦荡荡 君子的第一 关键就是理 所以你们可以从那边去相夫教旨开始 相夫教旨一定要从自己开始 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根 就可以从这边慢慢回溯回来一点气息 我只能告诉你一点气息而已 因为这边做到你中华边都沾不上 可是那种文化的气息会有一点 文化的气息会有一点 对你们做一个人已经好用了 因为你们又没有对人耻也没兴趣 人耻兴趣是什么意思 做天神 你虽然现在是个人 可是你内心仁耻的标准是有的 你这时候的受用都是天神的受用 天神人家形容怎么快乐 你就会怎么快乐 即便你在人道 不应该有的快乐你都会有快乐 对吗 不应该的意思是说 你做一个人得不到的那种快乐 你都会有 那当然更提升 人中菩萨人中佛 对不对 那时候就上去道 然后上去得上去道 道德是佛菩萨的标准 所以现在这么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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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缩回来 就可以渐渐把这个社会的安定恢复回来 因为一定都是建构在每个家庭 一定是这样 懂意思吗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师傅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座 那讲座末后能否请师傅给我们圆和庙音祝福 中华庙音 感恩师傅 我后来发现这个茶是可以喝的 对 是可以喝的 摆在后面喝比较温烈 对不对 因为前面好 时长改变一下 对不对 谢谢师傅 好啦 希望大家能够再来此一生 不往此生 我们人生嘛 老实讲 来来去去 去去来来 也不过是空荒化一场 那当然这不是一种消极的话语 你当你了解生命空性本然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成为全天下第一等积极的人才 因为你们成就不了天下第一等积极的人才 为什么 因为你们心被扰了 对不对 你心被扰动啊 你心被影响啊 以至于你本来可以做到什么 做到什么 而因为这样你 要失败啦 对不对 你没办法 所以那你如何办到心不被扰动 你得要看透人生 你得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在佛家讲得很简易封 就诸法实相的透析 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 另外一名称叫了生死 了生死 何得了 当你了 时无生死可了的时候 你那时候了脱生死 所以你形化于整个虚空法界 不为一切境界相所障碍 那个就是你本来面目 才能发奖父母卫生前的本来面目 所以以至跟大家共勉之 中文字幕作给人冠军 在身边 中文字幕作为世界 中文字幕作为世界 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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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S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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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善善 善善 神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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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宗總是告訴我們 生治而後天下治 生成而後天下成 萬法不離其中 總之我們生存的一切虛空裡 通通沒有離開我們的真如本性 我們擁有一個從來沒有動搖過 也未曾增減過的一個生命本體 那個才是我們的本來面貌 無奈乎 我們的雜思 我們的思想見解行為 致使我們的誤解 沉疊 不堪 所以把這一個美好的生命本人給覆蓋住了 所以它本來就沒有不見 它本來就常在 它二六時鐘通通沒有離開我們 正如一部電影 再怎麼播映 即便它都下檔了 那個電影屏幕都還在 所以我們在學習 如果沒有往這個方向的話 事實上 終其我們生生世世 也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美滿人生 那麼我們必然就產生了一種概念 所謂是認清的概念 能夠認清即是看破 能夠去行持於你所認清的這虛幻的世界 那即是放下 所以看破放下很重要 即便它自古以來被一代傳一代 也說破說爛了 可是畢竟它是永恆不變的真理 對於我們學修的成就 那我們聰明人就必須要把它撿起來 在我們二六時鐘去運辭它 那這時候我們還得要一個認知 即便你這樣的運辭 它都是一個幻 幻就是假的 你這個行為也是個幻 那麼佛頭也告訴我們 以幻修幻無愛 所以真正的忠道 在於我們全然的不執著 不分別 不妄想 而不在於我們對世間又加諸更多的定義 更多的意識形態的所謂的建構 所以要過著幸福的生命體 必然得朝這個方向去卸除全然的自我 當你卸除全然的自我 那一個常樂我盡的自在主宰的我 頓然而生 感謝主委 感恩師傅 謝謝師傅為我們帶來啟動生命轉機的新能講座 讓我們再次的掌聲謝謝師傅上人 勾送師傅 謝謝師傅 免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